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26岁的时候 宋妍妃就被星探在校门口发掘 从而加入了韩国JYP娱乐公司担任练习生 在三年的练习生涯当中 宋妍妃出演过多次舞台节目 但最终都因为腿伤回国 并没有成功出道 直到2015年 宋妍妃才因为出演锦衣夜行而出道 同年还参加了综艺节目 一年级大学季 历节获得了大家的关注 如今的宋妍妃不仅演技可圈可点 对于杂志拍摄的时尚感拿捏也非常到位 宋祖儿和宋妍妃作娱乐圈中心境的两朵小花 这两个人总是以甜美鲜细的形象出现在大家的面前 现在宋妍妃在时尚圈里是越来越受欢迎 人气极高 深受网友们的喜爱 被大家称为超酷女孩 她在穿搭造型上很有自己的独特亮点 对各种的服饰穿搭都能够轻松驾驭 即便只是简单的便服都能够穿出时尚效果 实际上宋妍妃每次在初夏拍摄生活照的时候 都能看到每一面都很完美 而且非常时髦 今天许多年轻女孩也模仿了许多姿势 而且有些角度也很细 7月22号有媒体曝光了张一山与朋友聚会之后 前往宋妍妃家中的照片 第二天两个人又前一后的出现在了小区门口 随后一起坐进了同一辆车中 一次恋情曝光 难道张一山与小四岁的女友宋妍妃同居了 在一些网友的心目中 张一山应该跟杨子才是一对 因为两个人自小就相识 关系还那么好 两人的互动在网友看来都是爱意满满又很有趣的 《家有儿女》这部剧里让刘欣认识了下雪 也让张一山认识了杨子 那一句 你的童年 我的童年 好像都一样 陪伴了我整个童年 也俊证了张一山和杨子 杨子CP的诞生 铁胆的杨子 流水的男神 杨子后来和很多人组过CP 李宪 邓伦 任家伦 但我只磕最开始的杨子CP 8岁那年 张一山在《小兵章嘎》里出演公子歌 《童乐》 剧里边演他父亲的李盈琪 觉得他为人特别机灵 就把他推荐给了《家有儿女》的副导演 张一山比杨子大几个月 但是由于身材瘦小 就演了杨子的弟弟 从此 两人在往后的人生中 羁绊不断 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初中 他们考上了同一所中学 杨子四班 张一山三班 高中他们不同校 但会因为拍戏经常碰到一块 由于没有时间去上课 他们又一起在剧组里面额外补课 后来两人一起高考 再一起被北京电影学院录取了 后来就被分到了同一个班 一起拍广告 也一起主持晚会 最后还一起迷茫 他们虽然一句暴红 但是星路却并没有想象中的一帆风顺 杨子火了 电视也没有什么戏拍 张一山因为长残了 戏更少 白颜老师告诉他们 毕业了就等于失业了 那个时候的舆论充满着嘲讽与质疑 两个人都是相互慰藉 突然暴红的童星都有这个问题 被角色框住了 张一山和杨子逃离不了 流星和下雪的影响 因为被瞧不起 他们就一直在尝试打破童星的禁锢 杨子在没戏眼的日子里 他对着镜子一遍一遍的练哭戏 张一山也非常努力 最后被称为NG最少的年轻演员 功不亡史 地不亏人 2016年的4月份 杨子的欢乐颂在电视上播出了 一个月之后 张一山的余泽也在爱奇艺上架 他们一个成为爆款电视剧 巩固了正午阳光的业内地位 一个成了现象级网剧 刷新了网友们 观众们对网剧的认知 就连走红的时机都相差无奇 从此张一山不再是流星 杨子也不再是宋丹丹口中的 那个长相普通的女孩 两人在不同媒介的影视礼遇 同时收获了心话和掌声 在事业的分叉路口分别 然后在新生代演员的领奖台相遇 在成长路上 他们成为了非常要好的朋友 好朋友有很多种 乍看起来吧 他们是水火不容的那种 一个是大大咧咧的北京大妞 一个是有嘴滑舌的胡同混子 没人奢望他们会处成 和谐相处的流水之音 在《家有儿女》里 两人是打打闹闹的欢喜冤家 戏外他们同样打个不停 高能少年团第二季请来了杨子 然后张一山综艺感蹭蹭蹭的上涨了 一加一大于二十 两个人承包了整季节目的笑点 张一山第一眼看到杨子的时候 就跟见了鬼样掉头就走 这节目我不录了 杨子就在后面追着张一山打 张一山一边躲一边喊 怎么又是这个妖孽呀 玩游戏的时候 杨子给张一山的脸上夹夹子 嘴上说人特别心疼 手上却越夹越起劲 后来张一山用臭脚鸭子摸杨子的手 杨子认为不能用脚 就让他们回去重新来过 张一山不答应 那你要说所有人都亲你口才算 那游戏还怎么玩啊 杨子雨塞 然后对张一山放狠话 你再说一句话我掐你信不信 张一山就只好灰溜溜的退了回去了 男人的状态好像又回到了家有儿女时期 调皮捣蛋的弟弟和霸道任性的姐姐 在节目里他们针锋相对 在节目外也没个阵形 看到张一山的写真 杨子跨一句 我去你这样好帅哦 张一山像家里母猪顺产了一样激动 敲锣打鼓 光而告之 都来看看 他是有多崇拜我 有多爱我 有多喜欢我 我就是他男神 后来他们演情侣 张一山形容自己的感受是 和并不美丽的女主角一起谈恋爱很难 杨子就冷笑道 那你够背的啊 然后接着说 如果和张一山有吻泻 我就不演了 张一山也不跟视我 我准备向导演提议 加这一段 但是要看你减肥到什么时候了 杨子呢 是一胖体质 张一山是胖不了体质 在体质含量上的讨论呢 几乎是两人躲不开的话题 记者让杨子说一个愿望 杨子就说越来越瘦 张一山说这可能是终身目标 说一个实际一点的吧 杨子就说再受五金吧 张一山说 这个愿望得已延续到后年 他们经常互相伤害 当然啦 也有甜蜜的瞬间 偶尔呢 也会来一下亲密合唱 杨子24岁生日的那年 张一山穿着浴袍 给他录了一个祝福视频 我们从彼此都是12岁的时候 到现在已经认识了12年了 一个轮回 相信以后的每个12年 都有我陪伴在你的身边 视频最后 张一山还拿出了一盆蝴蝶兰说 送你一束花 我去查了一下蝴蝶兰的花语是 我爱你 幸福向你飞来 重点还是配得视频稳安 霸道有腻而不是甜蜜 就算全世界背叛你 我也会站在你的身后 背叛全世界 最后他还说了一句 找个好人嫁了吧 要不他们老觉得咱俩有事 确实这么多年来 网友从未停止过撮合他俩 不过这似乎只是网友的一厢情愿 谈起这个问题 杨子就说了 这事儿妙不可言 张一山说 大家太熟了 虽然在成长经历上 两人非常相似 但择偶标准就差远了 杨子喜欢成熟稳重型的 而张一山喜欢女汉子 那些含在一起的人 我也建议你去看一下他们的情侣戏 当时演技比较的稚嫩 演的基本是两个人真实的状态 满满的跳出感 哪有恋人之间的粉红泡泡呀 就算知乎网友说的那样 狗仔拍到他俩去开房 我都觉得他俩只是在里头打扑克 早在上大学的时候 两个人就算在镜子面前对比过 最后他们的结论就是 实在是没有夫妻相 曾经有人问张一山 杨子是你的菜吗 张一山说 杨子不是我的菜 是馒头 是主食 菜是最好有 而馒头是必须要有 亲密男女关系并非只有爱情 就像有的网友说的那样 你是我舍不得拿来谈恋爱的朋友 杨子也透露过他们的关系 两人有时候很少联系 一年都不联系 再联系又变成熟人了 就好像你没有和父母一直保持联系 但那个位置一直都在 最好的友情就应该是 各自忙碌彼此牵挂 大家都很默契地保持距离 但是不会丢失那份情意 杨子恋爱之后 张一山主动避嫌 互动少了很多 不打扰是我的温柔 他分手之后 两人才再度开始互动 关系依旧 大家都没变 一直都没变 就像从小到大一样 只是长高了 人还是那个人 记者问杨子 于罪里面受了伤的张一山 是不是不像他了 杨子说 这货化成灰我都认得 而张一山曾经也说过 手机码都不用存 只要看到屏幕 就知道是杨子的来电 这是多么珍贵的友情啊 珍贵的友情 并不比爱情更容易获得 却更容易被忽视 张一山宋言飞这俩人 要是不在一起 似乎都对不起网友 这么多年的期盼了 出发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 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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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